滿球速 有帶的這樣子就帶的不是太理想了 當然要看一下弱點 游擊手接到以後的這一球有跑 這應該是奧的 在這個位置其實可以不要跑 對 因為這種高飛落地的 那你可能還要去解讀說 今天站在這邊的這一位游擊手 他身體的一些反應能力 等於說在他旁邊他找球不用太久 然後撿起來以後 他張振宇的身體在比較沒有平衡的情況底下 你看他就用手這樣子一摔 準度還是有 那這個因為蘇惟智本身是捕手的關係 這個角層就比較吃虧了 這球是不是在張振宇這邊是做一個假接殺 應該是說他 對 嗎 謝謝